我每天习惯晚上下来锻炼 一般锻炼就带一个这个包 里面装着一些工具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锻炼带里面一些东西 别看这只是一个腰包 里面其实东西还挺多的 那首先就是毛巾 这个夏天锻炼肯定是满头大汗 所以毛巾肯定是必备的 然后接着就是一杯水 这个杯子呢刚好是一千好胜 基本上我的目标就是 把这杯水喝完 咱就回家 这个杯子呢我用了也挺长时间了 一个是这个东西是一按就开的 非常方便 就喝水盖上去就啪就盖上去了 一按就打开 反正喝起来非常方便 然后里面是一个这种金属口 我一般晚上会泡清淡一点的 反正喝了是不着 晚上下来锻炼的话 我有时候就泡点柠檬茶 因为我认为柠檬可以软化血管 而且就是说相当于 把一千毫升的汗给流光之后 就是补充一千毫升的那个清水进去 净化一下池叶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三角架 这个三角架别看是这么矮 吃起来差不多可以达到一米七米八吧 反正挺好用的 即便听音乐或者是练习的时候 去看那个教学视频 参考视频 或者是记录自己练习的过程 去反复的看哪里有问题 反正这个三角架是很方便的 刚好放在热包里面 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我刚刚开发的一个东西 不是这个视频 不是向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还没成熟 成熟了之后呢 我会就是说给大家再介绍 这其实是一个深色剪 非常的紧凑 非常紧凑 在包里可以带出去的 稍后我拿着剑演示一下 镇下来这个包里面就没有其他东西 然后鞋子呢 穿的是飞鱼的 就非常复古的平底鞋 但我感觉穿的非常舒服 而且这个保底对电功能非常有帮助 然后还带了一个护膝 这个护膝也买了一段时间了 这里面是一个支撑性的弹簧 然后这边是硅胶 那就给大家再介绍一段 今天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个挑战两头啊 这一头是没东西的 这一头呢 它是就是说有一个裸口 裸口楼上人呢 我们把这个塞到这儿 然后从往前一回 这个就出来了 摄像跟甩棍一样 摄像跟甩棍一样 但是呢 它比甩棍的重心要控制 大家看一下 比甩棍的重心要控制非常好 而且它肠户也是专门 是你刷牙电 刷手电的 是你刷牙电的重心要控制 是你刷牙电的重心要控制